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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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今天搞一条炒鱼呢是炒鱼呢怎么做 我是用我的按摔汤来做 到时候就是有个臭的味道 又有酸的味道 我们就喜欢这种感觉 这条鱼有三斤 三斤沾染 这个再沾染两片 把血水洗掉 也不能说最好吃 就是我们喜欢吃的 就是我听说 像海鲜 发到我们这边 贵州 都是发到最差的那种货 所以我们吃起来感觉很新 他说那些人说 反正发好的货 我们也是加辣椒一起煮 也吃不出 所以就发差的货 反正我们也不懂 就是这个意思 一点洋葱 还有姜 洋葱姜 酱油 料酒 再来点胡椒粉 一点鸡精 面粉一抓 这是生粉 这是生粉 生粉一抓 面粉一抓 再打入一个绿口袋 绿口袋 抓起来 抓败均匀 植制个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炸了 姜 蒜 加油 开始炸 一块一块一块的来 一块一块的来 先从头开始 炸好的我们去夹出来 这边还没好 炸好了 夹出来 我们就开始炒了 这个呢就是耳酸菜 放台子里拿出来 上次泡的那个 这两块的火锅得要 就可以了 我们开始炒 下入姜蒜 洋葱 还有花椒 再加入这个 奶菜 再下入两块的火锅底料 好 再加入水 淀粉 泡 淀粉 香油 加入胡椒 再来点胡椒粉 再来点料酒 再来点料酒 先把这个调好味 再加入盐 把这炸好的鱼下锅 鱼煮了20分钟 花椒一把 辣椒一碗 蒜 油烧热 最后撒点葱花 完美 减减呆呆的一道菜 这个鱼 很入味 椰子过 煮了10分钟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做法 摆菜鱼 摆菜鱼 这个鱼吃起来 它不老 不弹 我想说今天我做这个鱼是很成功的 超好吃 超入味 这是超级的入味 夹到碗里来 才定下 它很入味 才会做鱼 放入鱼 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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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多吃鱼少吃鱼饭 这个汤拌起米饭不要太爽 汤拌起米饭不要太爽 鱼吃鱼 鱼凒吃鱼 采罐 这个油有种摔臭味 它也不是很臭 但是油一点点 它也不是特酸 也不是特辣 也不是特麻 综合起来就正好 做菜讲究的就是一个大比例嘛 比例配的最好吃 你也多辣 辣椒多辣都不好吃 你也少了 比如说调料没配好也不好吃 说调料也很好吃 啊